未来经济上可能也有点担忧的是欧洲的英国 最近欧洲病夫这个称号可能要换人做了 为什么是在英国呢 因为根据卫报最新的数字 他们引述了英国智库的调查报告 在2023年在英国有290万名劳工 因为长期生病没有办法工作 而事实上这个数据在2019年当时只有190万 也因此不断成长之下 大家很担心的是为了英国国力的问题 如果在2020年后增长速度持续的话 其实生病没有办法工作的人会持续来到430万 也因此现在国民的健康已经成为了英国国家安全的议题 英国成为真正的欧洲病夫 而市场媒体标题就直接写着Sigment of Europe 那如果我们以2023年损失的人力来计算 你会发现财政部导致亏损45亿英镑 如果改善了国民的健康状况 可以为健保省下一年180亿英镑的数字 哈喽我是易锦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